来 太子妃 川太医 是 八成是有喜了 你也不用害羞 这开花结果是自然的事情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传宗接代嘛 想想啊 给这个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启禀太皇太后 太子妃这是脾胃受了粮 而且喝了鹿羹粥 所以才会反胃 不是有喜啊 并非有喜 退下 退下 太子呢 叫太子来 回太皇太后 近日就是元臣大殿 太子殿下今日入了寨宫 入什么宅宫啊 不孝有三 午后为大呀 懂不懂啊 他父皇这么大的时候 都已经是有两个儿子了 可他呢 二十了 是 那个赵良帝不是天天在陪着他呢吗 怎么就不能够有个一男伴女啊 那个绪宝林好不容易怀上了 可是说没就没了 这可怎么办呢 老是我呀 什么时候才能冒上玄孙呢 太奶奶 你消消气 没指望了 没指望了 累起死我了 白驾动工 拜见太奶奶 好 沐浴焚香过了 是啊 那就好 来人哪 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 现在 就关到被殿里去 没有老身的吩咐 不许有任何人 把他们 放出来 太奶奶 太奶奶 为什么呀 太奶奶 为什么呀 去吧 去吧 您这是 永娘 太奶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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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们出去 太奶奶 放我们出去 太奶奶 有没有人哪 卑鄙 说谁卑鄙 你凭什么骂我 要不是你在太奶奶面前告状 她会把我们关起来吗